王思聪再次对张泽天,热怒呼吸狂魔刘强东!回队,钱还了吧! 说起王思聪,娱乐圈网络上电视上名气可不小。 被网友称为国民老公,王校长,还被称作为娱乐圈的季节委员,而他在娱乐圈里可一直没有安分过的时候。 首次娱乐圈和包下整个宝过生日,喜欢的偶像亲传来家里。 之前就公开对过奶茶妹妹,说她是无胸无脑睡二代。 意思是张泽天是靠自己的年轻漂亮的资本换得现在的一切,从而引起了酷气狂魔刘强东回队富二代,请你闭嘴。 此话一出王思聪哑口无言,之后网友也是大赞刘强东对的好。 但是北队之后 王思聪这口怨气可不会就这样算了,于是又想起抓住张泽天的小辫子。 我们都知道奶茶未美是凭借体育特长生考进的清华大学,而对于正经毕业于伦敦大学的王思聪而言,她的学历就有些暗淡些了。 于这次开始吐槽奶茶未美依然是靠奶茶做了网红出名,对不起自己清华大学的这份学历,并且还不学好嫁人上位。 不过话说回来人家张泽天佳靖其实本来就很不错,而且自己清纯的外表也深受网友喜欢。 在嫁给刘强东之后,自己更是化身女强人,变成刘强东的一把手。她这么好的条件先后拒绝过陈凯歌,张艺谋的邀请。 因为奶茶未美一开始就说过自己不想太进娱乐圈,所以面对王思聪这样的说辞, 夫妻狂魔刘强东这次就在也忍不了对对道,年轻人还是要低调一点好,手里没有多少钱还要学人家炫富, 你还是先把自己的银行贷款拍了再来说别人吧。 再说王校长之所以这么猖狂,大部分还不是因为爸爸王健林一手打下的江山,加上自己的毒蛇,被大家公认为小霸王,娱乐圈也没有人敢公开得罪他了。 对于他的行为父亲王健林对于他一系列做法都没有反对采取默许,于是呢王校长之后更加猖狂。 整个娱乐圈的明星被他骂过的人不计其数,可是刘强东刘老板就无所谓,一心只想护好自己的妻子直接回队。 关于刘强东和奶茶妹妹张泽天的婚姻真的是欣煞旁人,刘强东的游秀也许只有张泽天的美貌与智慧配备上了,面对张泽天小编只想说一句,智慧的没有他美,美的没有他智慧。 而奶茶妹妹美貌与智慧汇聚于一身。 再说王思聪,管好自己就好,毕竟自由言论也要对得起道德的,损人不利己的是只会越来越贬低自己吧。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,不知道你们觉得王校长对还是不对?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哦,您的每一个评论都是对小编的肯定和鼓励。 看网给个关注再走感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